朋友们早,今天我们继续珍罗伯兹的实习神明手册 开发你的超感知力量 本章主要关注的是催眠以及它和发现任何可能的前世记忆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转世是生命的一个事实,我们长久以来否认的一个事实 那在我们正常生活的其他面向也可能找到它存在的线索 前世甚至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健康 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转世与梦,人格倾向以及健康与疾病的模式 以下的赛斯资料摘录呈现转世可能在其中运作的一个逻辑架构 摘录自第126节 甚至一个梦的电性实相也被解码 因此不止大脑体验倒胎的效果 连人体最微小细胞可及之最远处也一样 久以遗忘的梦经验 永远以电性密码资料的形式包含在内 如果在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部分感觉到一个效果 那么你可以确信它也以所有其他可能的方式被感觉到 无论这样一个效果是否直接明显 人类体验到任何一种效果都是以本身形成一个电性模式的一系列电性信号和密码的形式存在 它们存在细胞之中 或者我应该更适当地说细胞围着它们成型 然后这些电性密码信号形成完整经验的电性对等物 像一个人感觉到的那样 这模式既独立于物质系统之外 同时又住在其中 自出生开始 每个人都从累积的个别的持续的电性信号 形成它自己的对等物 在肉体死亡时 它的人格便多多少少还以完整的形式存在 而且当然也逃过了人格若是物质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就会遭遇的那种结局 电性模式就是人格 带着所有地球生活的经验 然后它能加入或参与内我 虽然自我原本经过内我改造 也是物质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它不会死亡 但是它的存在会从物质实相改成电性实相 它还是个体 它的个体性并未丧失 而是变成内我的一部分 它的经验则加入组成内我的很多人格的整体经验里 摘录自第132节 我提到过电性宇宙是由电所组成 这个电和你们对它的看法非常不同 你们在物质系统感知的电 只是像这些变化无穷的脉动的一个回响放射 或一种影子形象而已 很多你们熟悉但在你们物质系统里 并未以有形物体形式出现的现象 因为这些脉动而有了实相和现实性 我们已经明白 所有的经验以电性密码的形式保留在细胞内 也明白细胞的要素以密码经验为中心形成 自我开始了 被内我发动进入存在 被遗传与环境大大的影响 这个自我继续存在 随着它的经验形成细胞内的密码资料 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电性实相 在任何一点 自我在电性实相内都是完整的 就像在物质系统里 它在心理上是完整的一样 当然 这包括保留它的梦 以及保留纯粹的物质资料 电性系统拥有很多 无法在物质系统内感知的实相次元 至今 你们的科学家只能既有观察在他们的参考架构内 感知的电的投射来研究电 当他们的物质仪器变得更成熟时 他们就能够多撇见一点这个实相 但是 他们无法在他们已知的参考系统内解释它 所以会用很多奇怪又扭曲的理由 解释以揭发的现象 此时最困难的就是 暗示电的现实性 有各种不同复杂度和次元 就像它存在的样子 想想你们每个人自己的思想 是由一个独特的脉冲强度构成 全然不与任何别的东西分享 并想想同样的话 也可以套用在你这一生的每个梦上面 还有 这个经验全部收集在特定强度范围里 而且又是全然的独特和密码化 而所有的你的总和 存在于强度的一个微小范围或波段里 那么你就会明白这有多难解释 同样的 所有人类的构成也都是电性 而且其他一切 无论是否存在物质之内 除了少数例外 也都在物质领域内 你们的物质领域包含在他自己独特的强度范围内 一个微小电性脉冲波段 比起任何一个从整个已写出或将写出的乐曲里 随意选出的音符 小上百万倍 然而如你所知 这并不是要给你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 因为独特性有随之而来的责任 所有的动作都是精神上的动作 所有精神上的动作都有电性实相 内我既有改变或穿越你们物质领域的强度而移动 每个新的心理经验都会打开一个新的脉动强度 在电性系统里赋予更大的现实性 穿越电性系统内的强度 会在物质系统内产生穿越时间的结果 罗伯一直对研究老船有兴趣 这兴趣似乎并非建立在他的背景上 家族中没有别人对船舶有任何了解 他儿时也不是住在可能勾起这种兴趣的海滨或港口 可以解释成 这是他在意识上已经远望的某事件造成的结果 也可解释为一个前世的兴趣 如果转世的确存在 那么必然保留着某种连接一生又一生的知识和身份 不然至少对我而言 整个理论便毫无意义 这种本我的延续不一定是有意识的 但在某一方面 它又必须是我们个体性的一部分 上一章末尾的摘录 应该让你对于可以达到这种持续身份的一个方式 有些概念 在那里描述的概念中 认为经验、思想与行动 拥有一个每一生累积的电性事项 这份资料是以密码方式存在 而且从电的角度来看 它也导致了每个人格的创造 当肉体死亡发生时 电性事项仍然保留着 但心理上来说 也必须留一些余地 这可由赛斯所谓的内我来处理 内我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有意识的内在对等物 在日常生活我们对它很熟悉 按照这个理论 潜意识是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内在自我含有我们前生的记忆 扮演活动的总指挥 潜意识从内在自我过滤一些资讯 给外在自我 从实际的角度看来 每个自我都是有意识的 但外在自我并没有觉察到内在自我 外在自我之所以不处理前世记忆 只是因为这个自我太关心物质实相里的日常生活 没有余力处理额外的资讯 外在自我甚至不关心此生先前的记忆 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这个概念 有点像心理学家抱持的次人格观念 要从日常生活找到一个简单易懂的比喻 来解释它也相当容易 就像你自己现在担任各种角色 父母 配偶 社区成员和社会个人 但仍然是同一个人一样 内在自我也以类似的方式担任各个转世角色 但仍然维持身份与方向 有时候在负担生计者的角色当中 你可能会忘记自己的社会个人或配偶角色 然后当你下班回家时才在重拾它 同样的当你全身贯注在进行中的那个角色时 你大半会忘记其他的转世角色 实际上这一切涉及的是焦点的改变 按照赛斯所说 意识就是本我观看的方向 根据这个理论 阻挡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之间的通讯 力道可能强到 足以压抑这种资讯 而要存活在一个 现在似乎需要它所有资源和知识的宇宙里 我们的确可能真的必须如此 我们是可能在一连串的 自我引导催眠盲点里 阻挡前世的记忆 就像在正常的生存中 我们只看见我们想看的而封锁其他的刺激一样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应该预期至少找到一些暗示前世存在的线索 我们或忽略或误解的线索 我们有任何这种线索吗 对于这些折磨人心千百年的问题 我们有几个可能答案 却似乎没有一个答案真的合适 转世理论能给什么合乎逻辑的答案吗 有多少回你头一次遇见某个人 就立刻感觉喜欢或不喜欢他 心理学家用几种方式解释这种反应 其一 我们现在的反应是基于过去的经验 那经验有一部分建立在潜意识 与不合逻辑的偏爱或偏见上 举例来说 在你的童年 有一位你喜爱的叔父 可能抽一个特定牌子的雪茄 于是你现在可能预设 就倾向于喜欢抽那个牌子雪茄的男人 却一直都没有发觉这个关联 对于我们实际上形成好恶的方式 这是个简化的版本 不过可以进一步阐释这件事 假设我们有时 对各种不同的人有利己的好恶 是因为我们在某个前世曾认识他们 实际上也一样合乎逻辑 我们也可能因为在前生 可能对一个人格做错什么事 而想补偿他 但是意识上 我们并没有觉察到涉及的那一事 或那件事 当我们把人格倾向 以及那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特制的兴趣和怪癖 与转世一同考虑时 那么转世也是一个有趣的理论 我们的一位朋友 对俄国历史、音乐、地理和文学 非常着迷 他研究俄国生活的倾向并没有明显的理由 当然可能是由于某些已经遗忘的童年事件 不过也可能在某个前世 我们的朋友住在俄国 罗伯一直对研究老船有兴趣 他的藏书有很多是在婚前搜集的 有关18世纪传播的书籍充斥期间 再一次 这个兴趣似乎并非建立在他的背景上 家族中没有别人对船舶有任何了解 他儿时也不是住在可能勾起这种兴趣的海滨或港口 可以解释成 这是他在意识上已经遗忘的某事件造成的结果 也可解释为一个前世的兴趣 距离来说 赛斯声称 在罗伯最近的前生里 他常常在英国和马省的波士顿之间乘船旅行 你自己也可能有类似的兴趣和偏爱 却无法解释或找出明显的理由 这些也许是一些线索 让你对于一些可能前世的兴趣和职业有一些概念 至少你应该思索他们一下 转世理论为天才与神童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释 来自一世的才能与成就不会丧失 一个儿童在发展早期便展现非凡的天赋 正常儿童不会展现的天赋 这些天赋可能是前生得到的知识与能力造成的结果 这个概念里有着一个迷人的经济结构 举例来说 对绘画微小却持续的爱好 可能在下一世造成非常真实的艺术才能 没有一个能力会丧失 也没有一个行动是无意义的 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在意识上不会有连续感和身份感 但这感觉却会以我们现在的人格继续存在其中的心灵架构的方式运作 大同小异的是 你曾经是的那个孩子仍然活在你的成人本我中 但几乎是没有意识的 你曾经是的那个孩子现在并没有死 它已变成别的东西 变成成人人格 它并不是一个物件 而是个变为 你无法在任何物质的地方找到你曾经是的那个孩子 然而某种程度来说 你仍是你曾经是的那个孩子 即使你只隐约一瞥连接它和你的有意识记忆 同样的 你的前世人格可能没有全然死去 它可能像那个孩子一样存在于你的内在 没有实体 但是活生生的 是容纳和形成你现在身份的心灵架构的一部分 我们对太多事情知道的太少 因此不能说这种可能性很愚蠢或毫无意义 我们对存在于现在的人类人格所知不足 因此不能说它在过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我们对时间本身的想法尚且在改变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梦中一瞥我们前世认得的过往环境 街道和地方 我们的确知道在梦中我们探访童年认识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走在曾是孩童的我们所知的街道 即使孩童和街道实质上可能都已不存在 当我们将这一点纳入考量时 梦也能让我们一瞥可能的前世经验 毕竟就不再显得是那么不可能了 你是否常在梦中回到同一个你在醒时生活中并不熟悉的地点 这些场景可能一度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你现在居住的街道 至少可以想象你现在成为家的房子 可能在某个未来人生的梦里变成那些反复出现 似乎非常奇怪又陌生的梦地点 至少在心理上梦中的本我似乎在游荡 相对而言不受限于他通常所在的物质环境 他体验到可能不再与任何物质实相有关的人物和地方 我们知道象征在潜意识的语言里是一个强大的元素 这种象征对潜意识很重要 但对意识心却不一定重要 这样看它的话 很容易看出一旦找到基本的象征 就能够解释很多看似无意义的梦了 不过这些象征会因人而异 至少这种关键象征 可能有一些和前世经验有关 塞斯资料包含与梦 关键的梦象征及一些和转世有关 发人深省的论述 在此梦被视为含有关于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资讯 内在自我如此巧妙地选择关键象征 因此同样的象征对潜意识的所有层面都有意义 那么一个象征可能只设今生的事件和前生的事件 同时它对未来也具有意义 好 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儿 明天我们继续梦象征如何运作 明天见